來對不起 不好意思 那個指數函數的圖形這邊啊 我們之前講過的嘛 就是如果是二次方的 高四次方基數的話是像個 n 的嘛 然後偶數次方的話是像一個拋物線的形狀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你看一下那個指數的圖形呢 哇這個就沒那麼簡單了 第一個來我們先看一下 請畫出來這個 y 等於 2x 次方的圖形 這個呢我先看一下我們用的是瞄點一把 這個 t 不是那麼難啦 看一下如果我的 x 代理的話答案就啥 2 的 0 次方是 1 然後當我帶 1 的時候呢 2 的 1 次方是不是就 2 然後帶 2 的話呢 2 的 2 次方就 4 所以這個應該不難 對不對 然後再來 如果是負 1 的話呢 負 1 多少 2 的負 1 次方 導數 是不是已經導數所以變成了 2 分之 1 對不對 然後呢 2 的負 2 次方是不是就 4 分之 1 這個我先講句實在話 這幾個你不可能馬上算出來的 你沒那麼厲害我也沒那麼厲害 所以這幾個你可以先把它找出來 然後你有這個點這樣子 把它瞄上去 所以你看到沒有 0 1 在這邊 x 等於 0 y 等於 1 在這邊 再來 1 2 x 等於 1 y 等於 2 在這邊 再來 x 等於 2 的時候 y 等於 4 在這裡 好 再一次再推 -1 的話是 2 分之 1 -2 的話是 4 分之 1 所以你看到沒有 第一個圖的話出來就是這個圖 紅色的線有沒有 這條線呢 注意 這邊不好意思 這條線有沒有 這條線就是所謂的 y 等於 2 的 x 次方的圖形 然後後面一次再推 這邊那個 3 的 x 次方 那 5 的 x 次方有沒有 就不能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可以知道一個結論就是 如果是一個指數函數的話 它的圖形長什麼樣子 就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 在第一項線的地方 它會快速的往上增長 然後這邊會怎樣子 一直慢慢慢慢 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會趨近於多少你知道嗎 趨近於你 比如說你如果這邊寫個 -8 次方好了 來 2 的 次方是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 1 2 5 6 分之 1 然後-14 次方的話是 1 0 2 4 分之 1 但是不管怎麼樣都不可能變成 0 只是會很接近於 0 而已 所以這邊會非常非常的平緩 會很接近接近於 0 這樣子 變成一條直線 這樣子 聽懂了 然後這條線呢 我們可以名稱叫什麼東西 叫做漸進線 漸進線 漸進線就是它會很靠近 某一條線的區間 OK 這樣應該會吧 那漸進線都不會碰到的 對 不會碰到 不會碰到 好 這個你先把它寫上去